2020年11月24日,大脚星人理事会,你扬声之旅的最后一部,传导丹尼尔·斯克兰顿,一辙马克兔文。 大家好,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你们联系。 我们正在倾听人类的声音,从你们那里听到的东西让我们感到兴奋。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明白他们对自己的扬声负责,而我们和其他存有只是帮手,我们是来引导和激活的,而所有的工作都是你们来做的。 这项工作不一定很辛苦,但有时会很痛苦,在痛苦的时候会让你更加珍惜美好的时光。 这就是为什么你起初在地球上轮回转世的原因。 你是自愿在那里的,我们知道有些人不相信,所以我们会一直说你是自愿的。 你选择去那里是因为地球让你拥有了某种经历,它对于你以前的星球和第三第四维度都是独一无二的。 那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,你只能经历痛苦和折磨才能解脱,体验一种释放,感觉一种解脱。 在那之后,你更容易同情别人,因为你知道痛苦是什么感觉。 同情让你们走到一起,走到一起是人类扬生之旅的最后一步。 现在是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更好的团结起来了,尽管你们之间存在分歧。 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们和其他存有要求更多的机会去体验团结的人,那么你就是我们所说的领导者之一。 人类需要将人类团结在一起的领导者,而你们每一个收到这个信息的人都是其中的一员。 你不需要有上百万甚至数十亿的追随者才能成为一个领导者。 无论你做什么,或者是否有人知道你是谁,你都在为集体意识做贡献。 当你请求我们把人类团结在一起时,你得到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支持,你还得到了所有众生和集体的支持。 他们都想成为人类集体统一的一部分。 但是,即使那些同情其他受苦者的人也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。 当然,有些人从未听说过我们,或者不相信外星人或更高维度的存在,他们仍然在尽自己的职责,同情他们的人类同胞。 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时,我们就知道你们离准备扬升越来越近了。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